假如一个碗不小心掉下来 我们就先哐哗 哗 反而再阿弥陀佛 还是阿弥陀佛 然后再哗 还是怎么样 我这一点我还是可以的 我碰到紧急 我第一个声音其实是阿弥陀佛 我的缓印直觉是 我这个倒还可以 我碰到极难 灰激啊怎么样啊 我这已经习惯了 有时候飞机很危险 有一次我那个晃得很严重 结果我们就一台就掉了 我同一天我是从花莲到台北的 它是国际的 就在桃园就冬 我们同一个那个时段 不过那次那个乱流很特别 那个飞机上下晃 那个很大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乱流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是乱流 不过就是我下来没多久就听到一个栽下来了 那个乱流的时候 我们向来现在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碰到紧急的时候 我比较不会用逃避的 我们会有先自知死地而获胜 就是我准备 走 这是已经养成很早就养成习惯 就是碰到紧急的时候不是先紧张溜 我先是什么 准备好 假如不能过这一关我维持正念 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在我们病中的时候 如果发觉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第一个抉择就是那我必须要做自己的抉择 我不能被他左右 这个就是过去养成的习惯 不然你到时候一定有惶恐 你要珍惜你这个机会 你这个习惯要平常就养成 不然你又乱了 然后表面上要稳定 跟内心始终不安 为什么 条件不够 所以你碰到紧急的时候 自然反应的是阿弥陀佛 我们自然反应 哇 就是哇 哇不知道往生哪一道我就不知道 哇 有哇那一道吗 就哇一下就不见了 你说哇 那哇第二个那是下一刹那 如果来得及是可以的 来不及那就哇那一次就解决了 第一次那一刹那就没了 那还有那有下一个刹那念我 所以我们的反应经常说慢好几拍 而且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不是 我现在要你的念佛功夫要怎么比 正如你对世间那种直接反应的这样的力度 一点疑惑都不疑惑 直接了当 口渴直接伸手去喝水的那种 连一点疑惑都没有 那是圣解力对不对 你的反应要这样 你临终诸念会不会往生 会 但我现在比较不靠诸念 因为我不是讲过 要是他给我乱开是恐怕我是气得爬起来 谁教你的啊 因为你乱讲 你讲好一点我还觉得受用 你要乱讲我可能就火气很大 谁来诸念我不知道 如果他如法可以或者的话我们习惯性就是一直念 他有没有问我真正的需要 不一定 尤其是面对不同人 所以我讲说最好自己先做好决定 要么你就有碰到跟你相应的人刚好适当出现提醒你 那是你的福报 但这个机会向来不是很多 我们能开示加上最近又说不要开示了 当然开示如不如法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又说不用开示的念 你本身的心中的疑惑如果之前没养成 这时候念你只能跟着 但你内心能不能很踏实 不一定 我现在讲的是十四秋四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念必须要练出来的 要一次一比一次自己心里有数的那种念法 不能一直盖在一个形式上